大家好 本节课我们来讲解一下Scribe分布式的相关原理 那么我们之前在做Scribe发送的时候 那么都是在同一台机器上运行的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Scribe的单机的架构 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Scribe的一个整个的架构模块 那么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它有一个核心也就是说Scribe引擎 然后它是通过里面的一个调度器 然后来调度一个request队列 然后从里面拿出一个request 然后发给这个downloader 然后来执行这些request请求的 但是呢这个request队列 它都是就是维护在本机的这么一个request队列 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做多台主机的一个 系统拔取的话 那么单个request队列 比如说他们各自的一个request队列 是不能满足这个需求的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做系统拔取 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享的一个机制 那么这个共享的这个机制呢 就是这个request队列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让它协同合作 这个request队列 我们需要做成一个统一的可访问的这么一个队列 那么多台主机 你每一次在调度这个request的时候 然后都是统一的访问这个队列 然后依次的进行存取 那么他们协同操作 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完成多台主机的一个 这个协同运行 那么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scribe分布式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架构 那么比如说 我们之前是在本机维护一个partie队列 然后用shedular进行调度 然后多台主机协作的关键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共享这个partie队列 那么这个scribe分布式呢 我们先要做到这个核心呢 就是把这个partie队列 然后来共享一下 做成一个多台主机共同访问的这么一个队列 然后由各个主机的shedular 然后来调度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用来共享这个request 然后统一的系统partie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单主机的partie架构是怎样的 那么就是说 它有一个crim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request的队列 那么每台主机它分别进行维护 那么还有一个调度器 也就是说它需要从这个队列里面 拿出request 然后来进行请求 然后如果有新的request 然后再放进去 是吧 然后它就是负责从队列中 调度这个request进行爬取 那么多台主机 它的爬虫架构是怎样的 那么这个队列 它就需要会变成一个共享的一个队列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架构 那么接下来 这个crim它就变成了一个共享的队列 那么这些调度器呢 就是各台主机上的一些调度器 那么各台主机呢 它都需要访问这个共享的队列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说 才能完成统一的这个request的调度 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完成这个协同的partie 所以说 我们如果要做这个分布式调整的话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request队列 那么这个request队列 肯定要由一台主机来维护 对吧 那么这台主机呢 它就是 我们把它称作为一个master武器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心主机 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用来维护这个partie队列 那么这个partie队列呢 你就需要用一些特定的 比如说数据库啊 或者是某些特定的数据结构来维护 那么你需要选用一个 比较高效的 比较好操作的一个结构 然后来存储就好了 然后呢 这些从机呢 我们一般会把它叫做slave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列出了三个 比如说slave1,slave2,slave3 那么这些从机呢 主要就是维护这个调度器 然后负责这个数据的抓取 然后数据的处理 数据的存储 那么也就是说 呃这里呢 呃就相当于还是像我们原先的那个单主机的这个scribe一样 然后只不过我们的这个调度器是呃 像这个啊呃 主机的这个request对立 然后来发请求去请求 那呃 然后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操作呢 都和原来的这个单主机的架构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说要做爬取啊 做呃分析啊 做处理啊 做存储啊 那么还是在这个slave上运行 但是呢 这样的话通过共享这个爬取的链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多台主机 然后协同爬取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分布式爬虫的一个架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那么队列我们用什么来维护呢 那么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一些呃 呃一些特定的一些数据结构啊 或者是一些数据库啊 或者一些文件等等之类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推荐是一个redis队列 那么这个redis队列它有些什么特点呢 首先这个redis它是一个非冠型数据库 它是一个key value形式的一个存储结构 那么结构是非常灵活的 它不像这个关系型数据库一样 你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表结构 那么这个是呃相对于限制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呃这个你可以呃有任意的这个key 有任意的这些value呃 比如说它这个这个存储的形式是非常的灵活的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是内存中的数据库结构存储系统 处理速度快性能好 也就是说它的处理的时候呢 是有借助于内存 所以说它的这个性能还是相对于比较高的 那么另外呢 它还提供了对列啊 集合啊等等之类的多种存储结构 那么也是方便你这个request对列的这个维护啊 还有一些去从的也操作 哦所以说我们就选用这个request对列作为我们的这一个呃 排气对列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来完成这个去从 那么也就是说呃我们多台主机嘛 多台主机你呃不仅要往里面存也要往里面取 那么可能有些呃主机你碰到呃呃你碰到一些request的他可能在请求同一个request的 那么你怎么找来保证这个对列里面 它是不重复的request呢 那么也就是说你需要做一个判断 那么保证这个request对列 它每一个request都是唯一的 那么这个机制里面怎样来实现呢 那么这里呢就需要借助这个redis集合 那么这个redis呢 它提供了集合的这个数据结构 那么我们知道集合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不重复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在这个redis集合中存储每一个request的指纹 那么指纹呢 我们就是相当于呃做了一个算法 然后就是说每个request对应唯一的一个指纹 那么相同的request对应相同的指纹 那么也就是说 这里我们把这个指纹存到这个redis集合中 那么在向这个request对列中加入request之前呢 首先你验证一下这个request的指纹 是否已经加入到这个集合中 如果你已经在这个集合中了 那么就不呃不再把这个request添加到那个request对列 那么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么你就把这个request添加了对列 然后再把它的指纹加入到集合 那么如果后面再有相同的这个request过来的话 那么它就会判断呃这个指纹 它已经在集合里面了 那么它就会不再把这个request加入到这个对列 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这个request对列 是不重复的这个request 好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中断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有好多台主机嘛 在爬着爬着过程中 突然有一台主机连不上网了 或者是突然这个主机死机了等等之类的 那么万一突然中断了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那么也就是说 这里呢它就有一个启动的一个判断 那么每一台从机呢 这个stripe启动的时候 都会首先判断当前的这个redis对列 是否为空 那么如果不为空的话 那么它就会从这个对列中 取得下一个request进行爬去 那么如果为空的话 那么它就会重新进行爬去 那么第一台主机呢 就是向这个patch对列添加request 那么后面的主机呢 它在启动的过程中 它就会首先判断 它里面有没有request 如果有了 那么我们就直接按照它这个 现有的这个request对列 然后取掉下一个request 就是从这个对列里面拿到下一个request 然后接着进行爬去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那个不用管这个是否中断的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中断之后 它就会判断一下这个request对列 在下次启动之前 然后是否为空 如果不为空的话 那会接着进行爬去 所以说这个中断不中断实际上影响并不是很大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怎样实现这个架构 那么这个架构呢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维护这个request对列 然后我们还需要多台重机 然后统一的调度这个request对列 然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去重的这么一个机制 那么这个来怎么来实现 然后整个的这个实现呢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库 那么它就叫做script redis 那么这个库呢 比如说它为我们实现了这个 爬取对列 然后也为我们实现了这个 调度器 也为我们实现了这个驱虫 也为我们实现了这个连接redis的这些 基本的接口 那么比如说我们应用这个库 然后它就可以非常完美的配合 这个scrape 然后完成这个分布式架构的parts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scrape redis 那么这个scrape redis实现了库上架构 它改写了scrape的调度器啊 对列等等之类的组件 利用它我们可以方便的实现 scrape分布式架构 那么它的链接呢 就是这个gethub的com 然后scrape redis 我们点开它 那可以看到这个呢 就是这个gethub地址 那么在下面呢 就是它的scrape redis 它的一些基本的用法 那么在这里呢 它支持python2还有python3 然后在这里它首先需要redis 还有scrape 还有这个redis py 成为一个cool 然后在这里我们只需要 比如说你改写一下这些settings 这些一些pages 那么就可以完成这个分布式架构的搭建了 那么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原代码啊 这里有一个scrape redis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原代码 它的基本的一些理念嘛 首先这个connection 那么这个connection呢 就是用来连接这个redis的一个基本的酷吧 像是 然后这里呢 它就给你声明了一些redis url redis host redis pot 然后redis encoding 那么这里呢 就是连接redis的一些基本的参数吧 但是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中心主机 也就是说master主机上面的这个redis数据库的一个连接信息 那么你的一些从机就统一的配置成这个redis 就是master主机的这个redis url host support 还有等等之类的 然后就是说从机都统一的配成这么一个地址 然后都统一的连这个redis数据库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就是多台主机共享一个redis 那么接下来下面还有一个getredis from setting 那么这里呢 就是把这个redis那么这么一个连接的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返回过来 然后这里getredis 然后就是返回这么一个redis class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defaults.py 然后里面呢它实际上就是定义了一些基本的一些默认的一些变量吧 那么这些变量呢 你也可以自行的进行修改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默认的一些变量 这些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么在下面呢 这个就是一个double filter 那么这个呢就是用来去虫的一个机制 那么我们点开看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首先它声明了一个rfpdouble filter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用来做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redis击合去虫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么首先这个init它先声明了一些基本的一些变量 from settings里面呢 它就是从这个scribesettings里面获取了一些相关的一些配置信息 然后settingsgetboard 还有什么getdouble filterkey等等之类的 然后把这个class返回过来 然后fromcrawler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调用了一下from settings 也是从一些settings里面获取了一些配置信息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处的 然后最主要的这个方法就是这个requestsign这么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它要判断这个request是否已经加入了这个推列了 那么在这里呢它有一个核心的方法 就是说它调用了这个requestfingerprint 也就是说它获取了这个request的指纹 然后在这里呢就调用了一个server.sadd 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它把这个指纹 通过这个redis的一个sadd的这个方法 那么sadd呢就是向这个集合中插入这个指纹 那么如果我们插入成功 那就证明这个request的指纹之前没有存在于这个redis集合中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证明这个request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证明这个request 就证明这个request之前没有就出现过 那么就可以被正常的调作了这个request的列里面去 那么如果调用这个指纹插入这个集合插入不成功 那就证明之前已经有了这个相同的这个指纹 已经存在于这个集合中的 那么也就证明之前有相同的request存在于这个request对列里面去了 所以说这里呢它就用了这个sadd这个方法 然后通过它这个sadd方法的一个返回值 那么它复制为一个edit 然后它就判断它这个插入是否是成功的 那么在这里呢它就返回edit是否等于0 那么如果它等于0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指纹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它就不会把这个request然后再加入到这个对列 那么就证明这个request就已经有了 就是之前就已经呃出现过了 那么如果这个插入是成功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request以前没有出现过 那么这就说明这个request的send 那么它返回的结果是一个false 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requestfingerprint 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获取指纹的一个方法 那么它实际上是调用了这个request的内部的一些获取指纹的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调用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close 那么这里呢就是把这个呃相关的这个呃一些集合进行清空 然后还有clear 然后这个loglog就是输出一些呃一些日子信息 然后剩下的就没有了 然后这里呢这个paclecompact 这里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呃 loads还有dumps 实际上就和那个json的loads和dumps这个方法是一致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么这个pipelines 那么这个pipelines呢就是说呃它维护一个redis pipeline 这么一个呃这么一个管道吧 然后这里呢它是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呃 把所有的这个pacle结果集中存储到这个redis 呃redis中心的这个master主机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如果我们启用了这个redis pipeline 那么呃所有的这个pacle结果都会就是额外的在统一的存到这个呃中心的这个redis主机里面去 那么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存储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开启这个pipeline的话 也说没有调用它的话 那么它还是在各自的这个主机场进行patch进行存储 那么最主要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这个process 嗯item 然后它这里呢就调用了一个现成方法 然后这里就是processitem 然后这里就是把这个呃item进行序列化 然后再把这个呃item 然后统一的添加到这个redis的这个对列里面 然后存到中心主机的这个redis里面 那么这个你也可以开启可以不开启 那么其实开启了之后还是比较影响这个网速啊 还有patch的效果的 那么啊开启之后呢实际上你也可以统一的看一下这个呃 patch的这个结果啊是怎样的 那么其实也有利有利 那么看你到时候的需求 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crime也就是这个对列 那么这里呢就是维护了一个其实是维护了三个队列 那么这三个队列呢一个是这个priority呃呃 那么就是优先级队列 那么就是说这个队列里面你不仅要存这个request 还要存这个request的优先级 那么他在调注的时候呢 他就会首先调注这个高优先级的这个request 然后低优先级的那么他就会被就是有这么一个低优先级叫做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实现这么一个呃增加这么一个权重 然后这样的话会比较科学的调注一些request 那么另外两种呢就是这个先进先出坏先进后出坏 那么其实一个就是相对列一个就是相对战 那么呃这种理念 那么这里呢就是维护了这个这个对列的这个实现 那么他主要的实现呢就是实现这个push方法 还有这个pop方法 然后呢都是继承这个base这个类 那么这个base这个类呢实际上他还提供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encode request 还有一个decode request 也就是说他在存储的过程中呢 呃他会把这个request进行一个encode 然后就是说把它进行转码 然后再存到这个request里面去 然后取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什么decode一下 然后反向去对话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再把这个request 再把这个request进行还原那就好了 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雕塑器 那么这个雕塑器呢就是算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功能了 那么雕塑器首先我们看一下呃这里他首先列出来一些设置信息 那么首先这个shedular persist 那么这个呢就是呃用来呃持久化存储的一个呃一个选项吧 那么他默认是个false 也就是说呃如果你开启了这个shedular persist 那么它在跑去mb之后呢 那么它在跑去mb之后呢 它不会把这个redis这个对立啊 还有这个呃指纹啊指纹的这个集合啊清空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参数就是shedular flush on start 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呃你把它设置为true之后呢 它在每次请求开始的时候都会把这个redis对立呃进行清空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request对立啊 或者这个指纹的这个集合都会被清空 那么相当于重新的进行一次爬去 那么这个除非你是想重新的磨料数据 重新想爬重新爬去 那么一般是不建议开启的 好然后接下来呢下面这个是一个超时的一个呃等待 那么再接下来还有一些key的一些设置啊 还有一些class的一些设置啊等等 然后下面这个init这个方法呢就是呃初始化一些变量吧 那么把一些这个redis server啊 还有是否是persist啊 还有是否是flush on start啊 还有一些key啊还有一些class等等之类的 然后来命名一下 然后接下来这个fromsettings呢 实际上也是从这个下领子里面获取一些呃配置信息 那么这里呃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下面这个fromprover也是获取一些配置信息 那么下面这个open 这个open那么这里呢就是呃声明两个呃两个变量 那么一个就是这个队列 那么这个队列呢他默认就是使用了这个priority column 那么也就是说使用这个优先级队列 那么在这里呢他做了一下这个初始化 那么在下面这个df这个df就是呃dumplefilter 也就是说这个指纹呃指纹验证的这么一个呃对象 我们可以用他来做一下这个request的是否已经呃调度了这么一个判断 好接下来呃他首先呃他在这里呢他做了一些判断 ifflushonstart 然后呃执行这个flush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设置了这个flushonstart为tru的话 那么他就会执行这个cfflush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flush方法呢它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操作呢 那么一个是把这个指纹清空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request这个队列清空 那么相当于重新进一次patch 那么这个close方法呢就是说呃他在这里呃做了一下判断 那么如果呃这个cfflush的如果他是呃一个false的话 那么他就会呃执行一下这个这个清空 那么也就是说呃当整个的patch已经完全完成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自动的把这个指纹还有这个request的队列清空 那么其实这个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你整个的patch就已经完成了嘛是吧 然后接下来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是incred request 也就是说像这个request的队列里面添加request 那么在这里呢他就做了一个判断 那么也就是说首先判断这个request的don't filter 也就是说呃是否要去重up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request soon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呃说的那个方法 就是说他要进行一个指纹的一个验证 然后这里呢就做了一个判断呃 然后接下来呢呃就是最核心的一个方法呢 其实就是这个cf command push 也就是说呃在这里呢 他就把这个request的添加到这个request的队列 那么这个方法呢主要就是向这个request的队列里面添加request 然后下面呢这个next request呢就是向这个request的队列 然后来取request的 那么他这个机制呢呃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呃不影响中不影响中断 那么一个就是在这里实现了 那么这个spread在调度的时候呢 他就会调度这个next request 那么如果我们能拿到这个next request 那么就会执行呃呃这一个呃啊 patch 那么如果我们拿到的这个next request为空的话 那么他就会调用那个start urls 还有那个start呃start request 然后呃就是重新的进行一次patch 所以说现在呢他就需要检测一下这个呃 检测一下这个request的队列呃是否为空 那么如果不为空 那么next request那就不为空 那么他就会接着进行patch 那么如果为空 那么他就会重新的进行一次patch 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个呃request的这个调度那就比较巧妙的实现了 那么这里呢实际上是运用了一个redis 然后pop 然后就是说取出这么一个队列 然后进行了一些判断 然后再把这个request已经返回那就好了 然后这个spiders里面呢实际上它是定义了一些patch的spider 那么这里呢他呃把这个spider里面呃实际上是相当于呃实现了某一些方法吧实现了某一些方法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start request啊还有一些解析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个redis的这个spider呢你可以直接拿来用 那么拿来用之后呢你可以向这个数据库里面添加一些呃start urls 比如说这里start urls 那么你可以直接的就是在写一些spider的时候直接调用这个redisspider 然后他就可以实现这个分布式下去 那么相当于他为你实现了一些基本的redis组件吧 那么呃你可以用他来实现 不过呃我们呃如果不用他实现那是完那也是完全可以的 只不过这个是一些呃相当于一些工具spider 那么你可以拿他用来做一些分布式的抓取之类的 那么我们如果呃不用这个呃spider 那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个分布式的 所以不用担心 那么最后呢还有这个redis 那么这就是一些工具库了 那么工具库这里面是实际上就是有一个bass to stir 也就是说bass to stream这么一个类型 那么其他的话 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圆码统一的过了一遍 那么整个的这个圆码呢实际上呃逻辑上也并没有那么复杂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看一下整体的它的一个逻辑思想是怎样的 那么后面呢我们就会演示一下这个scribe redis的一些相关使用 怎样来实践这个分布式 以上呢就是对scribe分布式的一些相关的介绍 谢谢大家 都行 还有 这问题 嗯 现在 等等 对 然后 三